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为了加冕长期致力推动国内体育发展的企业及个人 教育部体育署特别于9月9号举办104年体育推手奖的表扬典礼 并邀请吴副总统历历现场颁奖 台电公司由于积极培育运动选手参与国内重要的赛事 也获得了赞助类金质奖等多个奖项 对国内体坛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颁奖典礼的现场情况 为了向长期无私奉献热心推展体育发展的企业及个人至上敬意 并且鼓励更多人投入体育活动的推展工作 教育部体育署自民国98年起 每年举办体育推手奖的表扬活动 今年特别邀请到吴敦义副总统 在99国民体育日清零会场颁奖 今天所有的体育界的好友齐聚一堂 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向我们的体育推手表达我们的谢意与敬意 实际上我们推动体育跟运动 是要达成三个目标 第一个是健康国民 有健康的国民 第二个是要卓越晋级 第三个目标就是要达成一个活力台湾 台电公司同时荣获赞助类金指奖 赞助类长期赞助奖 以及推展类金指奖三个奖项 可以说是长期关注 并且实地支援国内体育活动的表率 台电目前拥有六支社会甲组球队 在国际赛事中 队员也常以国家代表队身份出赛 为国争光 六支球类代表队 均为国内甲组球队 在立国九十三年期 每年赞助中华海球协会 举办甲级男主企业联赛 为国家比赛贡献合 好 再次恭喜我们台湾电力的中球董事长 每一位优秀运动选手的养成 除了自身的努力 也需要许多的支援和协助 台电长期以来在体育方面的贡献 不只让更多球员 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安心打球 更是以自身树立了 善尽社会企业责任的典范 台电公司台北报导 这里是台电影影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